今年是禁思雨出版的35周年 在电视机前的你也曾经意味一句禁思雨在一瞬间转念了吗 禁思雨更是进入到校园里犯起了不少的涟漪 许多的师生们他们产生了心灵的互动 所以在教师节前夕禁思书宣推出了新书 这里头收录了多位老师他们在禁思雨教学的心路历程 是看看他们如何透过一句好话为迷惘的孩子点一盏灯 学校不仅教知识也还有善的引导和心灵的抚慰及启发 尤其许多老师也透过禁思雨来春风话语 一句话就能拥有巨大的力量 结果下课的时候他告诉我 你这句话对我影响太大了 为什么因为我很直辈 因为身上有这个毛病 所以好像都输人家一解 当然你告诉我不要小看自己 人有无限的可能 禁思雨35周年 禁思书宣将老师们的教学现场与心得 都收录成了一本新书名为《交心》 将一场场生命教育课程现场再一次呈现 能够让大家看到说这些老师在每个学校的努力 所以他除了是看到感动的一些足迹 我还可以有学习说我可以怎么去应用 禁思雨在学校当中在日常当中 所以这个书很重要 因为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这么多老师的诚心文字 他们写的文字而且把上人的文字变成改善他自己的教育工作 这样用这样的热忱把整个上人的爱传播出去 一句话一个观念就会影响一个人的选择 而这更会扩大影响他的人生 教师节浅系交心 交心将感动与善的力量传到更多地方 大爱新闻林家珍 李明华台北报导